What's up? Everybody, I'm feeling great I'm curious, what's about today? You know what I've noticed I've been here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purpose for the kids Look at me 其實這句對白不是我寫出來的 是我們找Tommy Guns 即是我們第一集的2G dancers 也不知道是否因為這8年發生很多事 他說近年的體會就是Hip-Hop is for the kids Hip-Hop的來源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很不容易的地方 很貧困 或者當時的文化、政治背景都是很不穩定 其實最基本的音樂和舞蹈 都是想讓大家有一個出口 去發揮你自己那一刻的 外套也好 迷失也好 用到Hip-Hop的舞蹈 或者音樂或者Rat去展現出來 因為Vida就是我們一切 我們保持這個角度 所以你們可以繼續在這裏看 我和Hip-Hop會繼續在這裏站歪歪 其實我都很介意 我知道找到你們這些人來做跳舞電影 你們一定會嫌三嫌四的 所以我很忌諱 如果我要你跳舞 有些不是你喜歡的 即是第一次見你 Cast你的時候 你記得你說什麼嗎? 我很記得 你說什麼? 你用了雞腿來做比喻 如果那一隻不是雞腿的時候 你弄出來就不要告訴別人那一隻是雞腿 你可以跳一些不是Hip-Hop的東西 但你不要跳一些不是Hip-Hop的東西 然後跟別人說這些是Hip-Hop 現在我也是堅守著這個想法 那時候去烏迪尼電影節 我和他搭一程來錄機 我和你的對話到現在都很深刻 因為我們兩個說一些很純粹 很有火 他說對於跳舞的想法是什麼 我說對於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應該是怎樣 然後大家只說演戲和跳舞 但是原來當我們一直工作這幾年 我再想回那段對話 原來不容易 但是都要記住自己最喜歡自己 堅守著那件事是什麼 會清醒一點 跳一些自己真的喜歡跳的東西 跳完之後會舒服很多 我看了《狂暴派》 我那時候還在讀幼稚園 第一次看完電影之後 我都很想有一天好像他們那樣 然後呢 見到Grey哥哥在外面 他教了我幾下 我看了一看 我就叫媽媽 快點 我想學跳舞 不如快點幫我學跳舞 我也沒有想過 會因為這部電影 認識了浩嵐 然後跟著我學跳舞 然後竟然會和自己學生 拍這部衣服 其實拍完《狂暴派》之後 我都會經歷一些時間 我是不喜歡跳舞的 但是當我遇到浩嵐 和我自己的小朋友學生 是他們令我喜歡跳舞 給我很多生命 就是跳舞 表現自己的文化 其實是有一種赤城 有一種單純在裡面 你才能表現自己 沒錯 有時候都覺得 香港電影 每個人都說一潭死水 好像我們在困局 跟香港很多東西 都困在這裡 卡住在這裡 但是有時候 有什麼給我一些希望的呢 看到年輕人 有一團火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自然就會覺得有希望 Hip Hop是for the kids 我覺得就是有這種最單純的精神 好的